你不会是杀了什么杀死的啊 苦苦寻觅的爱人 尽在狂泉相见 小方 罪恶之手 最终伸向了至亲之人 看到你幸福 是我一生最大的喜 疯狂 鬼也 爱一个人 不是要杀掉另外一个人 只会守住一个秘密 这一切都是他逼我的 敬请收看九集秘密剧 阴影下的秘密 大结局 这一晚就交给你一块 虚辱的过往 不敢向最爱的人说出 我不是哥 管你了 一味豪币 是你杀了他 他走进绝望的黑暗 你个杀人吧 那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妹 普法栏目剧九集迷你剧集 阴影下的秘密 一场关于灰恨的事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主持人王小磊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今天是我们阴影下的秘密 这个系列的大结局 我们这故事说的是一对 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 姐姐叫吴芳 妹妹叫吴丽 吴芳现在是一个大企业 董事长周志诚的泰 周泰 两个人生活得很幸福 丈夫对他也非常好 而且姐姐也照顾着妹妹的生活 表面上看很幸福 背后其实是有秘密的 几年之前 这两姐妹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 那时候两个人是在夜总会里上班 当陪酒小姐 有一个邪警 这个夜总会的老板很恨他 老来找我的事就要报复他 于是呢 就胁迫了两姐妹 一块做了个局 拍了艳照 结果呢 这个肖芳被除名了 身败名裂 姐妹俩后来离开夜总会 到了现在生活的这城市 肖芳心里非常愤怒 一定要找到这 一定要报复 终于在这个城市里邂逅之后 他就决定实施报复 最终呢 吴芳渐渐地就失去了理智 他把这个肖芳就给杀了 肖芳死了以后 肖芳的父亲和他的未婚妻 跑到这城市来找了他 为了灭口 吴芳呢 就利用自己的妹妹 无力作举 结果呢 就导致了肖芳父亲的死亡 当这个失踪案件 死亡案件 出来以后 警方介入了调查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吴芳 发出通缉令 那吴芳在哪呢 这姐姐啊 就把这妹妹 安置在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可是谁知道呢 消防还有个助手 叫小黄 找到这儿 毒方害怕暴露行踪 情急之下 用安全锤 把这小黄给抄晕过去 小黄会不会成为 第三个遭遇毒手的人 另外 警方接到的小黄 在吴芳到来之前 发出的短信 现在也正在赶来 谁啊 谁啊 这屋里有其他人 我跟你说吧多少次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姐他不是任何人 他是消防的下属 他有消防的消息了 他知道消防在哪 我告诉过你 你不会有他消息的 你死心吧 你跟什么人说 你跟消防到底什么关系 这的失踪是不是与你有关 你不相信你 你让一个坏人来指责 我没有 我不是不相信 你是他来找我的 这事跟他没关系 是我自己来的 一定会 一定是 我告诉过你 只有我能帮你 你是杀人犯 你就算找到消防 他会吃你吗 他有脑 这个他知道的态度 他必须死 怎么会啊 全部都交给他 弄着干嘛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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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 妄想 消防不是也是这样 超益不错的吗 你不会是吓了就不吓死了 阿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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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从小长到大的 不骗谁都不会骗你的 萧芳的失踪跟我没关系 你说的话我能相信吗 我回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你 萧芳她联系我 她让我们分到你所见 真的 真的 我没骗你 她其实没有失踪 只是躲起来的 对 真的 我发誓 我对天发誓 明天 我一定在领先 回去吧 相信我 快 走 您好 您好 这个是您见过吗 住哪个房间 二楼最顶头的那一间 麻烦您带我去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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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过来看一下 露宗先生 叫马爷 今儿晚上就交给你 屈辱的过往 不敢向最爱的人说出 我不是跟管你来 一味逃避 是你杀了 她走进绝望的黑暗 胡法栏目剧九集迷你剧集 阴影下的秘密 一场关于灰恨的事 看到吴芳如此镇定地杀死了一个人 妹妹彻底就傻了 这是从小跟我长大的姐姐吗 她其实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了 姐姐和萧芳的失踪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 吴吏我们说了 她其实内心还是很单纯的 虽然说姐姐之前一次一次跟她说你不能跟她谈恋爱 她是骗你的 她是来复仇的 但是妹妹呢 她已经爱上对方 在自己被通缺 在自己被通缉 姐姐杀人这些情况之下 她还要去找萧芳 她把萧芳看得很重要 正是由于妹妹对萧芳的这样的一种感情 在姐姐心里非常温和 她就谎称说 走吧 你要见萧芳 我带你去 然后躲过了警察 但是对于姐姐吴芳来讲 所有她身边的知情人就只有无力 这可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而且随时可能会爆炸 消防真的没有死 你真的带我去见她 放心好了 明天我就带你去见她 那我们现在去哪啊 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小旅馆里面的科学人物已经派发出来了 周太太 就是周太太 我们在消负宾馆的视频资料里 也发现了另外一个可遇声音 警方调出小黄被杀宾馆的监控画面 发现嫌疑人吴芳和吴丽 而且通过比对发现 消负被杀案中的乔州女子 跟吴芳的吻合度很高 进一步落实证据 抓紧时间长了 是 这是我的别墅 这里暂时比较安全 你先在这里躲一段时间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见消方啊 该见到的时候 一定会带你见到 放心 会让你见到她 什么时候啊 进来吧 你先带我待会 你先带我待会 我待会 只要无力在这个世上一天 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我应该让它消失吗 这钱你拿着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不是说好不去做 不是赔酒了吗 这钱我不能拿 你就拿着吧 没有这钱你怎么上学呀 干妈的病也治不了 你就拿着吧姐 你怎么这么跑啊 小妞来了 小妞来了 小妞 干嘛呢小妞 小妞 小妞 你们干嘛呢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你这儿还救挂了 我 你干嘛 小妞 行 你别打了 我老子走 你这儿当不认识我好了 免得被同学知道 笑会你 你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妹妹 所以我们要一起加油 不怪我 不怪我 不信 干嘛呢 你需要钱才能对你吗 我们哪有钱呀 我不想住口 不利 小妞 你在外面看了三年 你就不让我出来放下 要你跟小妞 我爱她她爱我 我还要跟她结婚呢 是你傻还是她傻 她说了她忘了过去 谁没有年轻看错 我都喜欢了 你离开她吧 我不 我现在意不出对她 可是我爱她 你还要 你傻 芳芳 是不是你不让她跟我结婚呢 她跟我结婚 我像党的萧芳 我像跟她一块儿离开 她不会跟你一起走的 你死心吧 你不是小妞 我杀死了 我在干嘛 你怎么这么快的回来了 我想了想 还是让你早点 去见消防比较好 真的 我们现在就睡好了 我们这是去哪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 你说话呀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 你要是不想撤伟人王的话就放手 安静一点 那你要下车 到了地方自然会让你下去 这是哪啊 你到底想干嘛 你不是想去见消防吗 我带你去见他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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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呢 小枫 小枫是不是根本就不在这 你说话呀 你告诉消防在哪呢 你这个好毒的女人 你是不是把消防给杀了 告诉我 我恨你 我很多还不是为了我们的好日子吗 消防就死了 他死了我们就不会害怕了呀 你 你不是要在小方吗 他在这儿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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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好了 你杀人吗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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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们不是妻子 那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妹妹 这钱拿着 你去当不是什么好了 免得被同学知道笑话你 可是你这数也太少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先玩 你不过就是个出来卖的 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阔太太 你不想想你自己是什么身份 赶紧把钱给我 要不然的话 我就把你 和你肚子里的小杂种 全都打回原形 我手撒开 我手撒开 你怎么办 我手撒开 你怎么办 我手撒开 我手撒开 你怎么办 今儿晚上就交给你了 虚辱的过往 不敢向最爱的人说出 我不是哥算你了 一味逃避 是你杀了他 他走进绝望的黑暗 你个杀人吧 在我心里里就是我的妹 普法栏目剧九集迷你剧集 阴影下的秘密 一场关于悔恨的事 果不其然 吴芳最终把自己罪恶之手 伸向了自己的妹妹 妹妹和她一起长大 吃了那么多苦 受了那么多罪 甚至于自己到夜总会里 去做这个陪酒女 支持她上大学 她们俩一起经历过那么多的国难 终于有了新生活了 可是现在 因为姐姐不愿意面对过去 她偏执地认为 谁知道我的过去 我就要杀死谁 她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 她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 董事长去哪儿了 夫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警察来公司要找您调查情况 阿芳 阿芳啊 你和武力多会儿回来啊 我们过段时间就回来 你一定要不分身体 你们好 妈就放心了 武力还好吧 你是做姐姐的 要都帮她的 我还是逼不得已 虽然我们不是经典的 不是我们从小一起 找她的 你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妹妹 这钱你拿着 你就当不认识我好了 免得被同事知道笑了 报告王队 我们接到报案 在方程公馆警官林附近 听到救命声 救命声 对 方程公馆 是哪个单位的项目 在这儿吗 对 在这里 在这儿分头找 走 王队 这儿发现了新土堆 哇 我叫法医 一具尸体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昨天 确定为 目前正在被通知的无力 另外一具已经有些失恶了 开始出现局部腐烂现象 目前不能确定 但不排除是失踪消防的可能 对不起 这里是办事现场 你不能进来 哥 你真的不能进来 黄队 什么情况 刚刚发现了你这个尸体 有一句 可能是失踪的消防 谁 不过尸体有腐烂 还下了进一步核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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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回去吧 等结果呢 走吧 高高 领 Kelly 则称 一辆400号为 声音8666的车辆 在这里停留过 谁的车 以查名 4周代 车车 立刻申请据补链 则 这个房子属于你了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会一辈子在我身边的 你真傻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你喜欢这里吗 在这个城市里 以后只要你能看到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你设定的见证 以你的名字明明 老婆 想你了 好 好 好 你 大厦楼顶 曾经的爱 曾经我们病婚的地方 我会一直等你来 我来帮你吧 大厦楼顶 好 下个吧 我真的要当大宝啊 我觉得啊 不管咱老婆以后 她都好看 你说呢 你为什么说 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会一辈子在我身边 你真傻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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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赶往公司大厦 在阿卡布局 警方已经对他进行了尖火 借此找到一方 师傅 给您一点 现在什么情况 东西虫可能发现我们 准备甩下我们 他现在朝验警路快上开去 好 跟紧他 我从另一条路去报超他 小布团 小布团 这是非洲罕见的绿宝石 真漂亮 老婆喜欢就好 这个绿宝石真的好听 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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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来 小风 你要干嘛呀你 你还记得这里吗 我当然记得 这是我像你结婚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爱一个人 不是要杀掉另外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杀人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我不骗我 你会娶我吗 你会爱上我吗 我就想好好生活 这一切都是她逼我的 她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 她找我要一千万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所有的收拾都卖了 我只留下她 我舍不得 知道我孩子为什么会死 是因为她 她不得好死 我跟无力 与心脉蜜 在这儿生活 也是因为她 那么多年过去 我们以为一切都过去了 我也想到 居然会在这儿 她一次遇到她 我也想莫补偿她的 可是她开口大喊了 这些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怕大姐 你会不要我 我想跟你一辈子在一起 天哪 你至少好 不 你这样下去会害死自己的 你爱我吗 你愿意看到我幸福吗 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你愿意 你愿意陪我一起 好不好 小宝 小宝 你很聪明 你一定已经猜到 我为什么突然去出床 可是你知道吗 我除了去照查你一半 还去了其他地方 我去了你们村子 见到你的妈妈 你的妈妈是个好人 不应该让一个好人 承受太多的痛 我真的不希望你妈妈 再听到更多不好的消息 我已经决定 送你妈妈去治病 我知道无力 也是你妈妈说的 小哥 我来的时候 你妈妈让我们干两样东西 你妈妈告诉你 其实 你也不是她亲生的女孩 这个玉佩 请亲生的女孩留给你的微信 你慢慢说 你妈妈让你来告诉你 我不是 我不是 我是那细车的 细车的 我是那细车的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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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我亲妈 告诉她 我不是个坏女孩 小峰 小峰 今儿晚上就交给你 一块 屈辱的过往 不敢向最爱的人说出 我不是个坏女孩 一味豪竟 是你杀了她 她走进绝望的黑暗 你个杀人吧 在我心里里 就是我 没有 胡法栏目剧 九集迷你剧集 阴影下的秘密 一场关于 灰恨的事 胡方最终 选择了自杀人 这极端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拼尽了权力 想要守护住爱情 其实呢 爱情一直都没有远离她 但是她却亲手 葬送了这段爱情和幸福 她这次偏执的爱 也导致她一步步的迷失堕落 当然也断送了很多 无辜的生命 同时呢 也让她自己 原本可以幸福的人生 偏离了轨道 走向了毁灭 在第一集里边 我们看到 这个姐姐 她是一个善良的 纯真的 她非常认真地 对待自己的生活 努力工作 刻苦学习 她勤奋真诚 她曾经赢得过 真挚的感情 其实各位也感觉到了 她丈夫周志诚 还是很爱她 是会理解 但是呢 歌里边唱 她的爱就像 失去砝码的天平 一味地清醒 以至于不能平衡 爱情和生命的重量 最终筑成了大事 其实 她可以用法律 来解决所有的一切 用法律 既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保护自己的魅力 但是 她没有这样做 很遗憾地 把自己逼上了一条 不归之路 故事讲完了 我们会得到一些 什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很简单 幸福需要守护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信任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身边的人 相信那个你爱的人 有些事情 与其一个人独自承受 倒不如坦诚的面对 说实话 生活当中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甭管遇到什么事 千万不要走极端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汪小蕾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